原任台南市水利局局长的李贤益 上月26号接任台湾港务公司的董事长 并在近日拜会了花莲县长徐振卫 双方就针对了花莲港观光油气区开发规划交流意见 期盼未来中央与地方能够携手的来合作 让花莲港区拖台换骨 打造成观光油气港府的新风貌 原任台南市水利局局长的李贤益 上月26日接任台湾港务公司董事长 近日拜会花莲县长徐振卫 双方针对花莲港观光油气区开发规划交换意见 整年都地方的不变 我们就通通一下说我们常常在这里的话 受到县的协处之后 我们在进行就是 港县大家合作过我们的情况下 我们希望能够创造更好的 更好的能力 李贤益现年61岁 高雄第一科大工程科技研究所博士 成功大学土木工程研究所学士与硕士 资历丰富 行政院长书真昌屏东县长任内 担任屏东建设局土木克克长 周通部长林嘉隆台中市长时 则是台中市府副秘书长 水利工程与管理丰富经验 未来将盘点港务公司现况加强改善 尤其是在我们的三个直辖市 台中台南高雄当过我们的水利局长 这个是老前辈工程界的前辈 欢迎港我们如何再让他重新奉华 展现奉华 这就我想我们都有他的责任和使命 那欢迎县政府也为着 这个我们无论是33万或是全国 我们都希望这个东海岸的第一大港 华联港峰华在线 在我们的这个任务都给他做好 徐政卫表示 期盼未来县府与港务公司 持续攜手港线合作 提供更多华联在地人才的工作机会 并与在地艺术家合作 在腹地广大的华联港 建置专属华联特色的装置艺术 让华联港在线风华 记者长邦彦华联市报导